韓國一直是民族出國路由的真是一個國家企業 這幾年政府也集結與對方建立有好關係 在台灣觀光年度勝出的台韓觀光交流會議 今年經過選項在台南的基盤 希望可以借有高度的味道 讓來自韓國人來體驗到台灣第一位鳳桃民情 第33個台韓觀光交流會議 今天選項在台南基盤 搖車上方總共280位貴賓參加 總理會記三更會議定當中 和尚交流經驗和文化 更希望可以向上方觀光指導進行畫畫 這個會議大家都抱著非常大的期待 當我們的業會上以及我們的港會上 在支持的內容中都表達了非常多的高度的期待 而且我也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深度跟廣度的平台 我們可以激發出非常多的議題 而且可以往前很具體的邁進 這個平台的會議 它不僅帶給我們台灣和韓國兩地業者 一個新思維以及開發雙方合作交流的一個契機 同時大家已經有共識 我們希望能夠追求一個旅遊好的品牌 那麼品牌的建議它需要有更好的品質 那麼我相信也更好的品牌 這次選擇有高度幾千的台南基盤 對於韓國貴賓來說 可以更加了解台灣的理想文化 更可以退回到各種的設備 當時代理市長李孟宴 竟是用不去過台南就不算來過台灣 來表示台南第一位任務風景 我們觀光局長王局長就在國外宣傳的時候 我們都提出一個口號 就是沒有到過台南就不算到過台灣 沒有到過台南就不算到過台灣 我想就跟在國外一般人對韓國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就是首爾 想到韓國一定會第一個選擇會到首爾 那到台灣也是大家第一個選擇 就會選台北 所以在南部的城市 就要更賣力的 更用心的來推廣自己城市的特色 今年也是台南跟韓國廣州 成為支援四月五十七年 希望他會進出的台韓觀光交流會議 可以讓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 要開創館公的新隔空 記者就將名誠意於中學庫彩紅波的 而是映像已經完全合意又為末了 拍手 發射 我們的視頻 動畫 卡